王毅,康乃馨Cennation是母亲节的代表花朵。 你知道为什么是康乃馨吗? 因为康乃馨是母亲节发起人Anna Javis的妈妈生前最喜欢的花。 为了感念妈妈的伟大,于是她就选择了康乃馨当作母亲节的象征花朵。 除了这个之外,Anna Javis也认为,康乃馨枯萎时, 花瓣不会像其他花朵一样一片片的掉落, 而是往中心紧缩,就如同妈妈紧紧地把小孩抱住一样, 有着无私奉献以及母爱永远都在的意涵哦。 It has the mean of selfless dedication, 而且再加上康乃馨的花语正好都有温馨、思念、慈祥的意思, 所以送这个花真的是蛮贴切的耶。 是啊,这让我想到一句话,笑要及时,爱要随时, 或许有些官兵因为任务的关系, 没有办法跟母亲一起过节, 找个时间拨通电话,传个讯息,关心一下彼此, 跟妈妈说声辛苦咯,我爱你, 相信妈妈一定都会很开心的。 那我们聊完康乃馨之后, 我们要延续这温馨的氛围, 请继续收看下半段的《我从军,我骄傲》。 欢迎一起回到《我从军,我骄傲》节目单元的下半场。 能够当选国军模范母亲, 真的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他们不但积极地鼓励儿女们从军报国, 而且所有的子女都有正当职业。 平日你呢,他们也热心协助乡里来进行敦亲牧林的工作, 或者是担任了公益团体的志工。 相信妈妈们的言行举止都是子女们的表率, 非常的恭喜你们。 我想当初你们决定要加入国军航母的时候, 母亲一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想说玉成,你好我最近, 你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当初要报告军校的时候, 母亲跟家里是做反对的这样, 然后是自己坚持要继续入伍。 那在进入官校大门之前, 母亲还是有在问了一次说是不是要放弃。 如果选择放弃的话,她马上带我回去。 但是还是决定说要加入国军。 在入伍训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休假, 然后打电话的时间大概是晚上的六点到七点, 所以妈妈每天大概晚上六点到七点之间, 她都会守在电话前面, 因为我们那个时间是唯一可以打电话回家, 家人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时候。 对,然后每次因为连上很多人, 所以说我们也没办法用太长的时间, 所以都特别珍惜那段时间。 然后妈妈也会问说, 在部队里面状况如何, 然后有没有受伤, 有没有吃饱, 一些关心的话。 印象很深刻在第一次我们肯情会的时候, 妈妈一来, 一看到我们, 她就眼泪就流出来了。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折短袖, 那训练比较刻苦一点, 然后身上会有很多伤痕, 然后妈妈就一看到, 她就觉得说, 哦,在这里这么辛苦, 那为什么要继续坚持? 因为自己选择的路, 就觉得要把它走完, 所以说就这样把它撑过来了。 那在这整个过程中, 妈妈其实她很舍不得, 但是她还是给予支持, 然后鼓励, 然后一直到我现在下部队了, 妈妈说其实选择军人这条路, 她也是觉得改变很大, 就是从以前蛮爱玩的, 然后比较活泼, 到妈妈觉得说现在处理事情比较稳重, 然后比较有沉着一点, 就是整个国军带给我的改变, 然后妈妈也是感到很欣慰。 你授讯那两个月, 把握那个仅有的讲电话的时间, 跟你妈妈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 那时候就说我爱你吗? 跟妈妈是说第一次离开家那么远, 才知道家得好。 是哦,就有感而发就对了。 原来玉成的妈妈在当时是舍不得她的, 那我想我们有句俗语叫军警一家亲, 那浩铭,你的母亲是刑警, 父母亲都是刑警, 那对你来说的话, 加入国军的行列就是一个好像顺理成章的道路吗? 其实那时候看我爸妈都是警察, 其实我觉得长大可能也是当个警察, 对,可是那时候到了高中毕业要考大学那时候, 就是因为考了一个不上不下的成绩, 所以那时候妈妈就突然有提起说, 那要不要报军校看看, 对,然后再加上我仪仗那时候在花莲空军服务, 她也那时候请她跟我介绍一下大概军中的环境, 还有军校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对,然后后来那时候成绩也顺利地报到政战学院, 对,然后也就这样子到学校去读书这样子, 那我们四位来宾当中唯一的女生, 军敏,那你就比较辛苦一点了, 在小的时候,你都没有寒暑假, 你都要帮忙父母亲在家里面一起做家庭代工或者是工作, 那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加入国军的航务, 而当时你的母亲一定舍不得宝贝女儿去从军吧? 一开始想说,她有稳定的薪水,就是稳定的收入, 可以不要让爸爸妈妈担心, 因为家里的环境没有很好, 那所以当初我进去的时候他们是支持, 但是也是相对的不舍, 然后那时候在报考军校的时候, 不管是在考试, 那或者说去报到的时候, 都是由妈妈然后就是陪着我坐火车, 然后就从那个中部那边, 然后就是坐火车到南部去考试, 然后甚至报到, 然后她看得到, 她看得我就是有进到军校, 然后她才就是在自己坐火车回去。 所以这一路上都是妈妈陪伴哦, 看到你在海军官校这样的大家庭, 她就觉得比较放心了, 也确实锻炼得非常的优秀。 远行的时候怎么办呢? 会想家吗?会想妈妈吗? 会,其实像我们常常就是都会有那种任务, 然后可能要出去征询, 那有时候甚至可能会到九天十天, 那甚至有可能原本育化的时间还会在, 突然之间还会在家常, 出来前的话就会先跟爸爸妈妈那边坐一下, 然后让他们就是可以放心。 是,我想父母亲一定很骄傲, 因为你们的远行其实就是为了捍卫国家, 为了国家去做奉献跟努力。 那依正啊,其实你跟军民蛮像的, 他们家有四个兄弟姐妹,对不对? 那你们家也是三个, 跟哥哥还有表弟一块长大, 后来踏上了这个从军之路的时候, 母亲怎么看呢? 三个小调皮小男生, 统统给国家管了吗? 还是有其他的不舍呢? 度武训的时候啊, 其实妈妈也是, 她是嘴巴说就是看我自己决定了, 那实际上我觉得她还是担心我们, 附训会有肯清假, 那肯清假的时候, 那里面的班长就放我们去打电话, 那我就打电话去问妈妈会不会来啊, 因为行动不方便嘛, 那也, 她说她那天也找不到朋友载她过来, 那她就说学校的教官会来看我, 那她就可能不会来看我, 那就到了肯清会的那一天, 那我就一个人坐在中山市啊, 就大家都在中山市等, 那就是有被叫到名字的啊, 就会被带出去, 那就看着同梯的啊, 一个个被叫出去啊, 那还好就是有个同梯他也, 就是说他用他爸爸的名义, 然后把我一起带出去会客室, 结果刚走出中山市的时候, 就收到说妈妈来了, 对, 结果是妈妈跟叔叔啊, 就是请人家来载他, 然后来的时候就带着大包小包的吃的啊, 就是炸鸡啊, 薯条之类的啊, 对, 大家都笑了, 那共同的回忆嘛, 所以你就很开心在肯清会见到母亲, 当时有没有很感动, 母亲本来没有办法来的, 可是把握这个肯清会, 就是妈妈来看到, 你们有相拥而泣吗, 我电影看太多了, 觉得应该演出这个画面, 那时候不太敢, 因为想说是男生又不敢做出这些举动, 就有点害羞啊, 丢脸这样子, 但是心里面还是充满着感动的, 因为母亲, 你在刚刚入伍的时候, 母亲还是特别过来了, 那你呢, 玉成呢? 妈妈有说, 就是今天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 再苦你也要把它走完, 所以说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 会想到说妈妈说, 你路是自己选的, 没有人逼你, 所以就又自己坚持下来, 这话好像透明的妈妈也说过, 因为从小对你管教非常严格, 你没有考到一百分还会打人啊, 那她也常常跟你讲, 就是说母亲要把她累积的人生的经验就告诉你, 你学到了, 你的路也是要自己走吗? 像那时候到军校报道的时候, 因为在入伍训前有一个礼拜的调试周, 在学校里面, 因为第一次离家这么远, 然后也是第一次接触团体生活, 其实对这样的生活, 我非常的不习惯, 那时候就像玉成讲, 就是有机会跟家里通话的时间, 就是就会是讲一讲, 就突然就哭了起来, 对, 然后那时候我妈妈也是跟我说, 今天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 家里也没有让你可以任性的本钱, 就是你就要把这条路给走完, 是, 这句话就鼓励你一直勇往之前走到今天, 他们刚才有讲到说, 我像入伍训的时候, 然后讲到说就是, 就是提到说讲电话的时候, 旁边有很多自己的同学, 然后有一些都已经在, 都在哭, 然后为什么的, 可是, 可是有自己在讲电话, 但是就是怕说, 就是妈妈那边, 就是怕妈妈会担心, 所以就是有点就是强忍着那种泪水, 然后就是跟他讲, 对, 这边就是很累, 但是还可以这样子, 那其实自己的脚已经酸到不行了, 然后身体上面也是很疲累, 当你强忍着泪水的时候, 你有没有听到电话的另一头已经, 已经泣不成声了, 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妈妈哭得比你还严重, 是没有了, 妈妈比你还坚强, 刚刚我们听到了大家回忆最多的干苦的部分, 就是在入伍训练的时候, 我相信经过了这么多年来, 各位的荣光焕发也证明了你们的成长, 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哪一些是你觉得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或者是母亲也觉得很骄傲的事情呢? 因为不多的事情不能跟家里说太多, 但是我们每一次的演训, 或者是一个任务上, 可能因为会长时间没办法休假, 所以说我们也会提前跟家人说, 我们接下来可能有任务的关系, 我可能会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没办法回家, 然后其实家里会担心, 但是他为了让我们对家里放心, 所以说他们也不会说出口, 但是当我们每次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 或者是一个重大的演训之后, 妈妈也会说辛苦了, 你们很顺利地完成这个任务, 然后对我们表示肯定, 然后给我们一个当作资助的部分。 我想每一个母亲, 特别是各位的母亲都是当选了今年度的国际模范母亲, 这个背后的支持的力量, 跟付出的力量一定非常动人。 其实妈妈从以前到现在,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因为她也不确定说我的时间就是什么时候有空, 然后她都是想到, 然后就直接手机就打过来, 一开始我都会想说, 会不会有什么急事, 结果后来每次电话一打一拿一接起来, 然后就说, 你最近还好吗, 在干嘛, 我就说怎么了, 我说没有啊, 我问一下你最近怎么样, 然后我本来就说, 你有没有吃饱饭了, 有没有吃了没, 然后会不会饿到, 重复的话会一直地讲, 但是就是无非就是, 管一贤你说最近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啊, 可能三不五十, 然后时间点不一定, 然后就会打电话过来, 这就是母爱啊, 时时刻刻都把我的宝贝孩子放在心里面, 想到的时候就会电话那么方便, 就赶快来问候你一下, 虽然都是生活的日常的一些小事啊, 那浩铭呢? 以我爸爸妈来讲的话, 我妈妈是属于, 对我们小孩来讲是沟通的那个角色, 如果碰到问题或者是挫折的话, 第一个找的对象就是妈妈, 就是她总是会有各式各样的方法跟鼓励的方式, 把你导向正向的方向, 那哪一些事情你会透露给妈妈, 请妈妈来开处方间呢? 重军总是会有挫折存在, 像那时候107年, 那时候我还在花莲服役的时候, 在演习途中就是有飞机坠落, 那时候其实忙了大概将近三个月吧, 很忙, 然后再让自己的挫折感又很大, 跟我妈妈说的时候, 她就是会有一些开讨性的字眼语, 让我从地上里头去走出来这样子, 时时刻刻给你精神上的支柱, 妈妈一手把我们三个带到, 就是我们会遇到问题都会说, 妈妈妈妈就是会问她叫她, 长大之后当然就会有自己的想法, 对,那一定有时候会跟妈妈的理念不同, 会像朋友一样就是大家聊聊天才把事情聊出来, 不然可能就是可能我误会她意思, 她可能也误会我意思, 所以大家就长大之后可能比较会有这样的沟通, 那可能小的时候就都去听妈妈的, 听妈妈的这样, 那今天我们适逢母亲节, 各位的母亲也都是国君模范母亲啊, 趁这个机会有没有什么想对妈妈说的话呢, 因为我一直记得妈妈会说, 养儿过百又八十, 不管我们年纪再大, 她也只会很担心我们, 这应该是全天下母亲都会有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只能尽量做到最好, 让家人不要太过于担心和烦恼, 是, 谢谢妈妈, 生活然后陪我就是一路就是成长, 然后一直走到现在, 不管如何, 我也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很感谢妈妈就是, 把我跟弟弟跟妹妹从小到大都照顾得无为不至, 现在我们都长大了, 就是现在换我们来称齐这个家, 正好父母亲也要到了, 就是想跟你说妈妈我爱你, 哇好温馨哦, 那一正呢? 我们已经长大了, 那你小时候养育我们, 那现在就换我们养你们, 那就像我们买东西给你吃, 你也不要说你不想吃吃不下, 其实你也是想要吃的, 你只是把东西给我们吃这样, 妈妈我爱你, 嗯, 我相信我们母亲们都听到了, 而且呢, 妈妈们也有话要对你们说哦, 儿子, 你从军报告我是我的骄傲哦, 加油哦, 儿子, 女儿, 你们从军, 我替你们搞到骄傲, 我儿子当兵为国家人民做出奉献, 我非常感到正好, 儿子, 你从军, 我骄傲, 赞, 赞, 育成高中毕业后, 选择军校, 经过军队的力量, 变得成熟, 稳重, 有责任感, 有担当, 你选择从军成为一位军人, 妈妈真的感到非常的骄傲, 听完了妈妈们对你们说的话, 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哦, 果然孩子们呢, 在母亲的心里面不但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也看着各位的成长与茁壮, 纷纷地为你们感觉到骄傲, 支持母亲节的前夕, 在此呢, 也祝福天下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 谢谢大家今天的热情分享, 那我们这边也来祝福国真节, 母亲节快乐, 哇, 新花路放, 谢谢大家, 谢谢